我真擔心你这一去就不回来了 我婆婆的病还得指望您的妙手神针 我自然非回来不可 你放心 老太太的病我一定会接近全力 有件事 希望叶先生能够答应我 你说 您对他们的好意送他们的礼 我全都明白也很感激 那点小东西算不了什么 不在您那不算什么 在我们可又是多欠了一份人情 你为何如此计较呢 必须计较 我又成婷讯 哪怕是一针一线都要来去分明 如果您真的尊重我 就请您以后不要再送任何东西 好 我一定尊重您 多谢 如此家人 要配我叶云才对 简直是荒唐可恶 大胆一气 在我郑州府之下 居然为了小小的口角 当众之事 大大出手 你们眼中还有国法钢器吧 王牧头 卑之战 为首自私之人 究竟是谁 回大人 姓张明诺 谁是张诺 回大人 草民张诺 把头抬起来 把头抬起来 瞧你模样 横眉素眼 满脸横肉 燃须绕甲 面有刀瓦 若是羽茂取人 相来必非赞美 回大人 草民长相虽丑 住口 你好大的胆子 本府审案未曾问你言语 哪有你插嘴的余地 逐渐平日已是萧萧雕丸之徒 来人啦 来人啦 先掌嘴 好叫他知道 在本府堂上 永不得狡辩之徒 是 张诺 张诺 草民在 你家居何处 以何一生 回大人 草民市居银昌府 以杀猪卖肉为生 原来是市井屠夫 你大老爷宠银昌府 跑到郑州府 亦遇何为 莫非想坐监饭客不疼 草民不敢 草民真的不敢坐监饭客 草民是陪同母亲前来向夜神医求诊 既然如此 为何还打架闹事 草民是逼不得已 豈有此理, 何謂卑捕不得已 他們… 他們侮辱草民的母親和妻子 草民忍無可忍, 所以才跟他們打架 你方才說來鄭州府向葉雲求證 有何為證? 草民的母親、妻子和葉神醫都可以為證 稟大人, 這張若前來求證確實是事實 不過他好勇鬥狠, 喜歡打架之事也是事實 你何以知道? 稟大人, 前次在賀聯塔門口 為了排隊次序的先後 曾經跟人動手爭吵過 稟大人, 草民… 住口! 本府沒有問話, 不准賭罪 莫非你還想掌嘴不成? 張若 草民在 此案原本十分單純 元夕因口角之爭而動手打架 當眾鬧事 本府顧念你是外來之人 不知本府在俠境之內 煙心俊發的苦心 暫起從親論處 是, 多謝大人 本府罰你二十大法, 以此警戒 另外判監三個月, 以為博城 兵大人 草民還要照顧生病的母親 如此一說, 親又可怨 不過, 你必須找到殷屍不保 或者名望相甚保你 本府可免你牢獄之災 罰贏了事 若是不然 三個月刑期, 一日不可少 退堂 要說, 保一個人出來 倒真不是難事 只不過, 我就是不明白 他有一個像你這樣的好妻子 嫌內住 為什麼總是喝酒打架? 他, 有他的苦衷 什麼苦衷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葉先生, 我只請問你 願不願意幫這個忙 如果我說, 願意呢 莫非, 你要有交換條件 也不能這麼說 只能說是 是 你總該 您說什麼 要不然 我只請問 他們心照 當天 是 不將 他 能讓我 不用 不,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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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谢谢人家 娘不必了 对我们来讲事前大事 对人家不过是小事一桩 反正我这就赶回去 我带娘谢谢她就是了 也好也好 就说改天我到贺年堂当面致意 这话你可要带到 是 媳妇一定把话带到 阿乐 这段时间 我得帮帮叶神医照顾那个孩子 没时间伺候娘 更没工夫照应你 大家快点 除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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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您抬举我了 月娘, 先别急地走 既然我非白居易, 你非刘石井 不过为了张洛, 你也不该如此俊俱吧 我不是一个施恩图报的人 保处张洛, 虽是小事益装 但是你也不该缺了理说 如果我请你代表张洛敬我三杯了表谢意 这样的要求也嫌过分吧 好吧 不过我不胜酒力, 只以三杯为谢 不但, 只不, 撇开叶云对我的私情私欲不谈 她却是一个熟读诗书, 精通医道的如医 寒土风趣, 多学多文 只可惜, 她总是故意忽略我 你是个有夫之妇 她总以为每个女子都在为她倾倒 当时, 我虽然只喝了三杯 可是烈酒浓成, 已经不胜酒力了 都已经已经努力了 我其他人也会来说 我特别说 你不得却来是大的 不得却有的 眼睛 我不得却还能争取 人 珍费 决签 這個信息包括 背景的藥教練 你們 pipes ify 什麼事 給您送 advice 熟悉的糖的糖 哦 師父也喝多了 要我跟您置意 不该喝这么急 所以派我送了这碗新酒汤来 师父说喝完它 你就舒逃多了 多谢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曾提到那碗新酒汤出自何人调理 没有 你再想想 可还有其他值得推敲的言语 林秀琴 他还说了一句 师父交代的事就是我分内的事 我得听师父的 最后那句话 余意暧昧颇有玄机 如果他只是送醒酒汤了 自不必有那句舌头 若是叶云令他在汤中做了手脚 就难免心虚 而有如此近乎便白之言 大人 若在汤中下药 如此重大抑郁之时 叶云未必会假守他人 难说 去煮一碗醒酒汤 以叶云身份 绝不可能亲自动手 包大人说得对 叶云在家里 是个养尊处优 不屑所示的人 因此 倘若是周沛在汤中做了手脚 他便是重要人证 只可惜 他已死无对证 难以 倘若那张洛 并未杀死周沛 而是叶云趁机念头 反而把罪名推到张洛身上 如此一来 则是一时两鸟 斩草除根的做法 包大人 果然断案如神 不 这只是本国的推断 并非定位 况且 周沛已死无对证 这一线索 对本案并无帮助 大人 此行可有具体成效 信不辱命 可以向大人有所交代 属下找到一名重要的人证 此人安在 你带回开封府 什么人 在贺年堂外 摆摊算命的虾半仙 他能证明何时 大人 说来话长 不急 不急 不妨 等大人退堂以后 再容响禀 也好 你辛苦了 先下去歇息 是 本案继续审理 张云娘 你喝下那碗醒酒汤之后 果真就不行人师 是 等明父醒来之时 发现 竟然躺在一间陌生 但却华丽的房间内 小球 小球 走 是你 你怎么会 跪在这儿 这是什么地方 你是吗 你是吗 我的房间 你是吗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已经 我也醉了 我 我 所以我在这儿跪了一夜 等你醒来 等我想你认识我 你 你果然经与其调 坏事举重 这种事 你竟然做的是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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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没有 醉 你 你终于造作 你一开始就群心区里想做的事 你终于用最卑鄙的手段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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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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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不可以 不可以 离开我 不可以放他一抗一抗 你放开你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一定要回头里才甘心 我躲你 我逼你 你自敢心里明白 你非要逼得我 多无可躲 必无可病 你非要活生生的造化了我 我跟你究竟 有什么神仇大恨 不 我们没有神仇大恨 相反 我爱你 我渴望 我早已经无法自拔了 你知道吗 难道你这个心里不明白 你应该是枝头上的一只疯 可是你为什么死心坎里了 愿意做明少女的一只乌鸦呢 你应该是人人敬爱 可是你为什么甘心 受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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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替你不 替你不公 替你难过 你知道吗 那是因为你自拟清高 自以为高人一等 你自以为张罗不能 你自以为天下每个历史 都在为你倾倒 为你专情 是不是 你错了 独圣贤说 所学何事 别说是张罗 你比街上的 每一个凡夫走多 都还误会下流 你现在如何骂我 我都牵手 跟我提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 月娘 请相信你 我是在对你用情太深 情不自禁 你出去 我心得之下 你离开我的世界 我不要再见到一个 一关楚楚的禽兽 站在我面前 好 我离开 我出去 可是你千万不要做傻事 你放心吧 我障于娘的你 就要比你想象珍贵得多 我障于娘的你 就要比你想象珍贵得多 你谁 你不觉得我 很高兴 我都应付下来 journal 那我看看 你什么牵手 人生命 我 老爷 所有人打听的地方都打听过了 这就找不到在哪里 我在这 人娘 我找你找的好苦 我什么怕你 怕我自寻短见 我说过 我张云娘的命 比你想象中珍贵得多 你有这个想法就好 我想 我想 不必想 我只问你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打算如何交代 你说 只要你开口 我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 只要你 你苦心积虑想要我 昨晚 你已经达到目的 不 我要的不是这些 我恨不得 恨不得你成为我的妻子 这是我肺腑之眼 好 我懂 我有几个条件 你说 你说 第一 尽你的权力 在最短的期间内 治愈我婆婆的病 那是当然 第二 从今夜起 小球睡着之后 我就回小客栈去 第二天上午再来 我之所以这样做 是希望我婆婆不起疑心 同时 也是关心小球 我明白 我明白 第三 从此时此刻起 你若是再碰我一毫一法 我会立刻与你同归一尽 你相不相信 我信 我信 以你的刚烈之情 我信 那 如果这些我都做到了 以后 等我婆婆病语 返回故居之时 我自会设法 让张国修了我 倘若你还想要我 我自当嫁你为妻 好 我当然要 就这么一言为定 云娘 你放心 我会视你为归宝 我将